经过了需要大量生产的工业化时代 以及重视功能和性能的功能性时代 目前我们生活在更为重视高品质 意义及形象的高品格时代 形象战略已成为核心竞争力 完成它的设计就是所有产业的完美代码 企业和产品所要传递的信息 通过设计才能被具体化和实体化 从而实现其产品价值 设计是提高产品和服务附加值的最有效创新手段 也是将感性和技术融合为一体的催化剂 它是引领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在国内中小企业和中型企业中 凭借优秀设计杨领海内外 通过创新设计提高企业价值 并发展成为高档品牌的企业 为数众多 现在是以大量生产方式制造制定型产品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 我们正处于设计引领未来竞争力的时代 而韩国设计振兴院正位于这一时代的中心 韩国设计振兴院于1970年迈出第一步后 通过50年的发展历史 设计提高了国家的形象 并为实现增长出口 以及提高国家竞争力的目标 而做出不懈努力 韩国设计振兴院作为创造产业 知识产业和高品格产业的核心 为了应对未来社会 构建了设计产业融合商务平台 向打造世界一流设计振兴机构的目标前进 为了开展设计融合研究 在梁山市建立了未来设计融合中心 为了加强中部地区的设计竞争力 还在大田运营中部地区设计支援中心 在迎接新的韩中合作时代之际 为了促使设计企业和商品大力开拓中国市场 在北京和义乌建立了韩国设计领域的中国据点 在走出国门的同时 为在全球范围内营造面向未来的设计生态基础而竭尽全力 为了培育有前途的中小企业 韩国设计振兴院通过企划分析资料 为这些企业提供商品策划 提供中小企业产品开发 和营销方面的支援的同时 面向企业CEO和工作人员开展设计培训 通过设计db.com等在线途径提供设计相关信息 特别是重点培育高级消费品产业 带头开拓中国等新的出口市场 为了培育国家软实力设计产业 韩国设计振兴院正在开发设计素材 培养融合型人才和世界级明星设计师 制定国家植物能力标准 同时推进地区设计中心新建项目 另外为了推广设计文化举办各种展览会 推行征集活动制度以构建社会资本 通过各种宣传渠道 为推广设计著作权保护制度而做出努力 以服务设计为传统市场和工业园区注入活力 并为打造安全和健康的国家 实行国民参与型公共服务设计政策等 为实现大韩民国先进化设计做出努力 21世纪的设计已深入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坚信设计将会建立更美好的社会 为打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更完美的生活 韩国设计振兴院将竭尽全力 The Better Life by Design 韩国设计振兴院